哎 他是谁 居然敢在汪少爷的手下救人 而且 而且对方好像拿他没办法呀 不知道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两个武尊高手也不敢动手吗 众人的议论声落在汪大海的耳朵里 此时他面尘如铁 这个刘玄策居然和林凡有所勾结 不仅如此 要是让他把林凡直接接走 那么他费尽心机弄的这场杀鸡井猴的大戏 自己不就成了鸡了吗 反而是林凡和刘玄策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慢着 这人你不能带走 汪大海硬着头皮喊道 反观两位老者的面色也是极为的难看 前人种树后人摘桃 这刘玄策确实有些不厚道啊 小贺 哎呀 看来这事情你还是先解决一下吧 解决好了我再去喝你的好酒不迟 林凡现在也是来了脾气 他一屁股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继续地开始品着另一盘的甜点 后者扫了一眼林凡 也是有些尴尬 毕竟九线作战的主力还是林凡呢 而且他这次直接扼杀了汪大海想要收编江南的计划 这于情于理都是有些愧对林凡 你想让我给你个理由 也可以 不过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刘玄策说完也不走了 直接大大咧咧地坐在林凡身边 开始一起品尝这个甜点 丝毫也不把汪大少带的这种高手放在眼里 若是有点眼色的人就会发现 自从这人走下楼之后 连脾气火爆的行家的人 嘴巴也是闭得紧紧的 丝毫也没有为汪大少打圆场的意思呀 这个时候汪大海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刚刚接起来就听到他父亲的抱贺声 你把人给我带哪儿去了 现在刘家直接围了我们五个大商会 你知不知道我们要损失多少啊 此时大厅里的众人有不少都是高手 这电话里的内容也是听得一清二楚啊 刘家 西北只有一个能让汪家忌惮的刘家 那是西北七省的五大家族之首刘家 在得知这人是西北第一大家族刘家之后 众人再次一片哗然了 他们现在不仅仅是震惊林凡的表现 更是震惊此人这后手的恐怖 从九县作战开始到现在 林凡的淡然 然后联想到这个刘家的人 众人脸上也都是略过一抹诧异 我说这林凡怎么会有恃无恐啊 原来有着这么大的仪仗啊 就是 这西北第一大家族 那绝非是浪得虚名啊 看汪家已经刑家人的态度就知道了 哎哟 今天这一战 林凡算是彻底的扬名江南八省咯 他或许才是这江南八省的领头人 要是这话放在以前 大家肯定会嗤之以鼻的 虽然林凡的实力不弱 而且能搅动不少大势力 可是江南有着八个省市啊 不过现在呢 这些人已经不再怀疑他的能力了 刘玄策扫了一眼 面色铁青的汪大海 调侃着说 这次整合江南是你大哥的主意吧 确实有一套啊 直接把守护商场的人都给带来了 哼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唯唯就招 虽然说起来难 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这么舒服啊 汪大海的脸上就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一样 显得极其的猙獰 可是这种猙獰下所蕴含的却是滔天的愤怒 哼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收点力气 把你们两个直接废了 也算是为联盟做点好事了 在场的人可都是人精啊 汪大海这是想鱼死网破 直接拉走了林凡和刘玄策 这买卖倒是不赔本啊 两个五尊强者 在这里还是掌控着话语权的 这种猙獰